六強一奧運棒球資格賽 中華隊總教練到底誰來當 這個難題終於有了答案 體育署署長高振雄 棒協理事長顧仲亮 還有中職會長吳智陽 三人再度同臺 宣布總教練將由紅衣中續任 紅衣中總教練來續任 那紅總也同意了 首先是這個首席教練 是由富邦的郭建林來擔任 投手教練部分也邀請到富邦的吳俊良 外援守備的教練也請到黃甘霖教練 另外我們的頭補的教練 是高之剛高教練 這個其他的部分還會陸續在補強 我們行政作業的關係 沒有辦法在這個時候 還沒完全確定的情況下 就先跟大家說明 紅總教練就是選訓召集人 這個就確定陸續的教練團 一樣事實上情收計畫也已經啟動了 主訓賽在啟動 中華隊教練團逐漸成行 而球迷們也很關心 在十二強貢獻心力的王建民 和彭正銘有沒有機會 繼續投入六搶一呢 關於這題 身兼中信兄弟老闆的 估重量與待保留 我想你那個媒體問我什麼 我都講 今天不太一樣 可不可以給我一點保留空間 我去努力看看好不好 謝謝 六搶一奧運資格賽 今年四月就要開大 球員大名單 預計三月一號出爐 但適逢球技中 不只球員招募不易 連教練團籌組也是一大難題 什麼時候才會走完程序和細節 有完整的名單呢 武會長一句話就聽出焦慮 過年還有好久啊 我現在度十五年啊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